館長他說他不支持重新核四 因為你學那個舅舅學的不像 館長在2018年以和楊綠公投 大力的幫忙我們 我絕對永遠記得 絕對不會忘記 這是江湖的道義 所以我絕對不會對館長口出惡言 我是一個知恩圖報的人 館長在前陣子也質疑說 核廢藥的問題沒有解決 你跟我談什麼核四 我在那個時候也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 提出了很多種 解決核廢料問題的一個論述 我也親自的貼到館長的貼文底下 我在電視辯論會上 我每一場也都有講到 核廢料處理的這個問題 美國在20年前就已經公開聲明 要幫台灣處理核廢料 在中選會的選舉公報上 我也寫了這一段 聯合報的簡報當年都有 法國在5年前也聲明 願意幫台灣處理核廢料 所以世界各國都在用核電 他們都有辦法處理核廢料 國外怎麼處理我們就怎麼處理 今天館長他當然可能因為一些個人的因素 然後說事修的救救力不夠標準 我也說了 非常感謝館長 支出我的救救力練習不足 就跟健身一樣 要靠持字以後的鍛鍊 才能夠打造完美的肉體跟靈魂 我在這邊用我殘破的身軀 然後跟永不屈服於命運的意志 這就是舅舅帶給我們的黃金精神 來對抗整個國家機器的暴力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12月18日大家能夠出門投票 你不需要被任何的政黨動員所綁架 而我在自由廣場絕食 訴求的也是全國民眾選擇的自由 所以我拜託大家如果覺得捨不得的話 你不用來勸說我 你應該把這裡發生的事情 我說過的話傳達出去 這一次請為了你自己而投票 這一票請聽科學的話